实际上,我们的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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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是非常重要的 你们知道,中国今天代表我们的第二位商业 但是我们的经验非常维执行 我们的同时,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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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专业,专业,专业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10月举行 近日,阿根廷驻华大使牛王道 接受周星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对阿根廷一意重大 阿方期待继续深化相关领域合作 共同致力于推动全球秩序和协发展 在第一次见到我们的总统在中国 海 assistant总统在开打赏 香港的内展示 牛王道表示 相信在未来一两年内 随着两国贸易和投资的大幅增长 特别是双方在矿业领域的合作 中国有望成为阿根廷的第一大萌营伙伴 我们务员为带并且在中国的主要商业领域 在中国的主要商业领域 今天我们很大的购物品 但我们有很多能力 但我相信在近一一两年 中国会成为我们第一位商业领域 为我们的商业和投资 尤其是工业 阿根廷圣克鲁斯核基赛水电站项目 是阿中两国最大的合作项目 也是南美地区目前在建的最大水力发电工程 牛王道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他说该项目能解决阿根廷严重的能源短缺问题 四个月是一洲的风格 这是一种的产生交易质量 我们来养联断的联盟 在中国中国的这种啊 美国阳的造型 影响工程度 而且这种影响工程度 我们当然也有来帮助 我们这种预充的光源 在宇宙销 比较高度确 比较大的 últ源 牛王道指出,中国如今已经成为许多拉美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之一 阿根廷与中国在一带一路畅业下的合作和成果 无疑对拉美国家产生积极影响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牛王道认为一带一路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合作倡议 能够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发展,改善全球环境 Nuestro presidente va a venir a participar de esta histórica cumbre que se va a desarrollar en Beijing en octubre así que estamos muy contentos de participar y seguir profundizando nuestra relación con China y con todos los países emergentes que tienen este espíritu de generar un mundo más equilibrado, más armonioso y que sea sostenible para todos los seres humanos